絕望N3 count 開始吧 Krissy 爸爸 爸爸 請自行手動開啟中文字幕 大家好我是肥太郎 隔了一個星期 超人Dekka終於都可以拿回故事的主導權 多得Ken哥上集肯帶著他的任符 離開地球 這樣劇情才可以重回正軌 沒有其他東西再左頭左勢 開始影片之前 我們先不要再講這個Torriga 要知道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其他的Torriga 是值得介紹的 正所謂似Torriga就不同彼Torriga 我們今次要介紹的就是由Torriga 即是版機社製作 由金石楊之本人親自監督 為了慶祝動畫開播15周年的 天園突破紅聯羅岩手機遊戲 你一聽我名就知道他一定是最熱血的機甲RPG 9月8號這個大日子 其實已經開始了預約 只要你肯不斷耐用幾分鐘時間預約 就會送你五星顏面 正所謂天圓之後沒有延番 轉頭和豆腐火冷飯一樣都是男人的浪漫 是每個熱血男人心中的經典 這個遊戲一個字原汁原味 由大家熟悉的納字編開始 透過收集養成不同機體的卡牌 進行橫板對戰 而且不是單純的無腦子壓 而是需要鬥志鬥力的 從而完美地代入仙王和Kamira的轉頭世界 就是了 你以為我是誰 我當然是一早預約了 你還不快點用影片下方資訊欄 或者留言區的專屬預約連結 跟著肥太郎 和紅聯團一起衝出地表 衝向天空 衝破宇宙 用你的轉頭突破天寨 好 來了 超人DECKAR的第九集 我們立即看看今集是什麼 在格拉底眼前出現了一個女生 她叫做米卡 她知道格拉底的真正身份是超人DECKAR 並且用偷拍出來的照片去威脅格拉底 要求她和她爸爸戰鬥 她爸爸到底是什麼來頭 她爸爸在表面的劇情上是一個宇宙人 需要不斷靠決鬥來搵食的格鬥家 名叫古利哥路人 不過在劇情之外 她是一個真正的超人 真正在皮套裏面飾演超人的男人 中串浩宜 基於中串浩宜 今次是飾演一位爸爸 所以我們接下來都會簡稱她做爸爸 回到故事 由於她們一家兩口都被蘇菲亞困在地球 十分之困擾 不過爸爸她都知衰 為了女兒偷拍和要脅的事件 再一步變身 發揮她格鬥家的實力 配合吉斯勒的支援 趕走了熊王 當四眼隊長了解了爸爸的背景之後 為了顧及這位外星人被困的心情 所以只要以訓練為前提 就算用上吉斯勒的名義去和爸爸決鬥 隊長都認為是可以的 他是隊長 他說可以就可以 於是雙方就不斷訓練 一夜鍛鍊去取勝 雙方都吃光夜粥 於是決鬥開始 吉斯勒全隊 VS鼓勵哥路人爸爸 怎知道 被蘇菲亞上身的熊王 以全身的姿態 再次衝上地面做駕倆 格拉底立即變身 以一人之力頂住熊王 不讓他們停止決鬥 起初雙方的決鬥仍然是繼續 但因為爸爸見到Dekker一人支持不住 於是決定認輸 以消滅熊王為首要目的 以犧牲自己的覺悟 和熊王決鬥 最後三方配合 再加上Dekker的拯救 總算成功炸死了蘇菲亞熊王 爸爸最後都只是受傷 並沒有生命危險 總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今集的故事就是這麼簡單 今次在選角上 怪獸方面 有一向喜歡周圍遼士鬥飛的 骷顱怪獸熊王 在宇宙人方面 都有一向喜歡遼交打的 宇宙格鬥家 古利哥路人 所以這個配搭 真是襯到絕一絕 我們立即 重點介紹這兩位角色 骷顱怪獸熊王 Red King 這一隻人氣怪獸 相信大家都一定聽過 以往登場的作品 登場的次數 都真是超級無敵這麼多 第一次登場在超人吉田的 第八集怪獸無法地帶 最初是一隻在多多良島的怪獸 生性極度耗戰 喜歡周圍襲擊其他怪獸 並且之後在第25集 以二代目的姿態 在亞爾卑斯山出現 今集出現的個體 是二代目的姿態 在劇情上面 和之前的光莫拉一樣 被蘇菲亞上了身 變成了蘇菲亞紅王 身體除了多了一些蘇菲亞的尖刺之外 身體的顏色 也都變成了紅色 外觀上跟Poward版的 紅聖紅王 是較為相似的 另外相似的地方 也都包括了獵牙的部分 關於紅王的進一步資訊 例如他的設定 種類 以及為何起初 明明不是紅色 但又叫做Red King 等等的問題 一言兩語 是很難說清楚的 我們暫車就買一賣關子 留在怪獸系列的影片裡 再和大家深入探討 宇宙格鬥時古利哥路人 初登場在超人蒂娜的 第31集 死鬥蒂娜vs蒂娜 來自母仙座M16或星 古利哥路星 當時他就是一位 不斷去不同的星球 尋找高手決鬥的格鬥家 特地來到地球尋找超人蒂娜隻抽 為了不要被其他地球人影響 而化身成假蒂娜的姿態 並且還安排了四條大劍 營造了一個擂台陣勢 以及安排了一些不明飛行物體 作為轉播錄影機 和超人蒂娜 來一場城市模擬擂台戰 幸好超人蒂娜跟她不同 她有一班市民的支持 所以激起了她不斷被打到 仆街都可以站起來的精神 而創造出經典的拳頭碰拳頭 一個打得中一個打不中的名場面 最後古利哥路人承認了超人蒂娜的強大 而認輸離開了地球 雖然古利哥路人的樣子 行為舉止都好像很邪惡 但正所謂人不可以貌相 實情上她的定位都是比較中性 並不是完全的善 又不是完全的奸 今次古利哥路人 事隔25年再在TAV版登場 而今集 設定上最初想尋找超人托利加決鬥 結果摸了門釘找不到超人托利加 更加因為蘇菲亞的封鎖 而被困在地球 因為只懂得格鬥 所以就不是太懂得做簡單的工作 在生活上都出現負擔的宇宙人爸爸 今次她的定位 擺到明就是一個好人 角色上雖然大概是這樣 不過以往他們飾演的演員 才是重點考察的部分 以往在超人蒂娜裏面 古利哥路人是由男演員公版Hiroshi 飾演的 她正正就是超人Nice 人間看夢星銀河的演員 而今集的古利哥路人男演員 同樣都是這麼厲害 在蒙面超人的世界 有異宿公 知心皮套演員高岩誠二 在超人的世界都有異宿公 知心皮套演員 中村浩尼可以說是前平城時期 遇用的大隻佬 在TDG3部作裏 超人迪加 蒂娜 戒娜 所有傾向以力量為主的形態 或者是看起來 較為建設的大大隻形態 基本上都是由她去飾演的 而且還有按摩迪加 或者達琳等等 而她作為演員去客串的角色 其實都有不少的 撇除一些沒有名的Kerlefe 例如是一些TPC角色 或者是宇宙海賊等等 我們專門去講些有名有姓的 都包括了有Shiku的桑圓效果 和她的表兄弟大江 一人分析兩個 當年的超人奸壓第34集 和肥佬都真的打了一場 很有技術成份的擂台戰 而且還有古代黑暗三人中的大蛇 和麻加啤隊員等等 都是中村浩尼以往飾演過的角色 而且今集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就是她的女兒米卡 她喜歡攝影的特點 應該是想致敬同樣出現在 超人蒂娜第31集裡 那個偷拍並且鼓勵飛鳥的女攝影師 米卡的演員名叫夏本搖賽 可以說是版本浩一的契女 對不起 是版本浩一喜歡用的女演員 以往曾經拍攝過超人之舵的第一集 未來她也會出現在版本執導的戲裡 她就是一塊包包麵 單以笑容來說 都真的有點像當年的娜姐 她本人也是一個超人迷 在她的Twitter上可以看到不少超人活動 並且她也曾經大膽Cosplay過 很多人的女神 安勞姐姐 最後要不斷講講的就是 今集的Dimension Card怪獸 最後一隻登場的烏鷹彈舞 Window 我平時也是叫她做烏膠 她今集都已經聯同了米膠 雖然整件事只是彈花一現 出場了十多秒就下班 是賣玩具 而眾所周知 她們就是以往七爺 御用的膠囊怪獸三子 版本浩一 以往都是一位爭議性比較大的監督 不過今集我覺得版本 在處理上是合格以上的 單論TV版 因為以往版本浩一 通常都是系列構成的主監督 例如超人Gengar 超人Gidor 超人Torriga 等等 這三部作品 我自己都覺得是一般的 版本過去接到劇本之後 通常都會出現一些 無視了過去設定 而出現了一些崩位 這些問題 在Ultra Galaxy Fight 都會見到的 基於我覺得版本浩一 對超人的深度劇情 和細微設定的認識 就不算是太深 一旦她成為了系列構成的主監督 被她擔正的話 面對這麼龐大的資訊量 通常她都會按著劇本去走 而不能充當彌補編劇過失的防線 所以上年拍著狗狸這些 寫開幾多遊戲的新超人編劇 食相就會很劇 不過今集只是一個 小小的簡單單元劇 在資訊量相對比較少的情況之下 她出錯的機會就自然少了 例子也有超人X的幾集單元劇 即使是由版本撿到 當時也不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而且版本最擅長的是武打氣 一場城市戰 一場郊外決戰 每場決戰都跟劇情有關 不會是多塊魚 大家都可以發現今集的對白是比較少的 原因除了是因為武打氣 佔得比較多時間之外 這一點就很聰明了 將武打的訓練也都放在文氣裡面 令到中村浩爾可以盡顯她 保持得還挺不錯的身形 所以我覺得今集是一個講武打的劇本 一堆喜歡武打的角色 遇上一個擅長武打氣的導演 這樣就代表版本找到一些 可以發揮她專長的單元劇本 在幾樣元素夾得來之下 這樣就是best match 夾得來就搞定 好看咯 雖然我在這裡幫她說了些好說話 超人Legulose傳等等 我依然都是不太看好的 同時也都要稱讚今次的編劇 這位編劇是一位28歲的女編劇 以往則不過超人Lubu的第17集 和超人Tiger的第23集 今集除了利用古利哥路人的武打特性之外 同樣也都善用了蘇菲亞對地球的封鎖 困著不同外星人的辛酸故事 整件事是有點像第5集的匹特星人 他亦都發揮到古利哥路人 表達出正派格鬥家的尊嚴 再利用今次的單元劇 作為隊長的個人主役回 令隊長整個人切變得更加立體 令我們看到 他真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好隊長 這兩點我覺得是真的要給手指攻的 雖然我都是比較喜歡超人Tiger 第31集 那個比較緊張刺激的古利哥路人劇本 雖然今集相對是沒有那麼多刺激感 但亦都不能否認今集是有他的可取之處 至於去年基利艾路人變成了路人 今年古利哥路人就沒有變成路人 而且還變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好男人 重點就是因為加入了一些父愛的元素 總括了以上那麼多點 我覺得今集是有7.5分 好了今次又差不多了 最後我要感謝天原突破熊連絡癌手機遊戲 贊助今次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